嗨 大家晚安 我是周恩老师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的 绘画教室小常识好吗 这样子挂在墙壁上的话 可以怎么弄 这样有些人他就会问我说 老师我的画如果是画画布 想要把它展示起来挂在家里 那一定要去表框吗 有没有有这个疑问 画如果没有表框可以拿来挂吗 当然你看到我的话你就知道答案对不对 因为我这个都没有表框 我就直接就是画布这样子上去了 那如果他不表框 但是我要让他在我的墙壁上的画 可以怎么做 OK 跟大家分享很多重要的绘画小工具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东西 他的名字叫随意帖 或者是什么无痕黏土这一类的东西 那在一般的美术用品里面 或者是书局都会有卖这样子的东西 通常我们在黏画纸类的 比较轻的东西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觉得使用上没什么问题 但是一年到稍微有重量的 比如说画布的时候 或者是有框的画作的时候 常常大家就会开始跟我说 老师这个东西不好用 如果我的画放一放摔下来 一直掉下来 怎么会这样 但其实是很多人不知道他的正确使用方法 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的画展 很多很多我的画作 是你看不到上面挂画的绳子 墙壁上也没有任何的钉子 最常见的是这种绿色的 然后也有白色的 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用白色 但白色会贵一点点 那白色的好处呢 就是说你用了它之后 假设我今天要弄这个画作 对不对 那我用这个黏土在旁边 然后这是墙壁 那你弄了它之后 你如果从侧面看 是不是会看到它的颜色 有的人都不喜欢 所以如果你用白色的话 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OK 那我说的是白色的好处 那白色的贵一点点 OK 那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喔 我跟你讲 很多人的错误用法是怎样 第一呢 就是你的用量不够 它拿来之后呢 它里面会有这样子 已经帮你弄好 一格一格的 这样一格一格的 有的人他是很可爱 他可能用剪刀还是什么 他就真的一次喔 他就弄这么一格 那这是不够的 如果你要贴画布式 就是绝对会摔下来给你看 摔得很惨 像我在弄的话 我会弄到 这样一个小汤圆的分量 这么多喔 这么多 OK 要这么多才够 你太少的话是不行 特别是你要贴画布 这种东西比较有重量的话 要够多 第一个要够多 然后再来呢 就是有的人是 好他拿了这样子 一团黏土之后呢 然后他把它放在画的框上面 然后他就开始把它压扁压扁压扁 可能放了几个点之后 压扁压扁压扁 然后再去黏在墙壁上面 这也是第二个错误 我告诉你 不可以压扁 喔 不可以压扁 很重要在说不可以压扁 好我跟你讲我正确的流程喔 拿到他之后 分量够多 然后你要先 帮他这样子 拉一拉捏一捏 让他的粘性 可以被延展出来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 温度比较低 他也会变得比较硬一点点 然后粘性会比较差 所以你可以用你手的温度 这样子帮他按摩一下 稍微拉一下 他的粘度会被提升 按摩完了之后 一团放上来 不要压扁 你可以稍微放离这个框 有一点点距离 不要太靠近画框 因为他现在是凸的 你压的时候 他就是会被压扁 撑开来 他就会冒出来 然后就会看到 我从墙壁里面 就凤凤跑出来 然后呢 像以我这张画布来讲 我会放几团呢 我会放一二三 所以大概一个 手上一个七 我就会加一团 一个段路这样 一二三 然后四五六七八九十 刮这一个画布 我就会用十团 这个样子的 分量的粘土 OK 这样子 但很多人都会说 要用这么多 如果你不想让你画 掉下来的话 要用这么多 OK 而且你不能压扁喔 要上墙才可以压 如果说你要把它固定的 放个一年半载都不会掉的话 就是这个分量很重要 像我们画展一展就一个月 如果说 客人买了你的画 因为展到一半要掉下来的话 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是不是 弄好之后啊 就是把它放在你想要展示的地方 分直的或者横的 对不对 那有伙伴帮你看说什么 左边高一点 右边高一点 很好 那万一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关系 你就这样 轻轻的 先轻轻的就好 先轻轻的 轻轻压 现在都还没有用力喔 它就已经先固定了 然后你就忍可以先退远 看一下 看哪边高低左右 你就可以调整 但调整不是把它拔下来 从天 你调整呢 是你可以压住它 然后这样 你可以这样左右微调 看到吗 这样子压着 所以说你要把它固定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要记得我哪边有黏土 我都要压到 我通常要先压对角 压到 往墙壁推 然后再这样子稍微 抖动一下 为了让它那个黏土可以延展开来 一边压一边稍微这样子的转一下 没有关系 它就很牢固了 OK 贴画座的墙壁也要注意 像有一些墙壁可能刚好是 靠着你们家的浴室之类 它如果湿度比较高 或者是你们家那一面墙 外面没有雨遮 下雨天的时候墙壁会冒水气 容易那个油漆会容易剥落的 那一面墙最好就不要挂花了 不要用这种方式 因为它有可能 这个画布还是有重量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漆面比较脆弱 或老化之类的 它就容易掉下来 而且是连你的墙壁的底漆一起掉下来 OK这个就是挂画的技巧 随意贴了正确使用方法 知道你学会了吗 老师我刚好就是家里那边有一个什么钉子 我想要有绳子可以挂它 我一定要拿去表吗 那一样的答案不一定 我有那个棉表 然后就可以帮助你可以 弄上挂钩的方法 第一个呢 因为我们这个画布它是木头的 对不对 你去梳取买这个东西 这种的后面还有一个 凸起来的地方的这种涂钉 OK 然后用这个涂钉呢 它 它就是已经有足够的力气 可以搓到你的木头 木头框的里头 它是固定的很牢的 OK 那有一些的木框它可能比较硬 那一根木头比较硬 一般我是涂手就可以把它压进去 那如果比较硬 你就拿铁锤稍微敲一下就好了 OK 那你敲的时候啊 你必须要垫一个指板在你画座这一边 然后再放上钉子再敲 这样子你的画座才不会坏掉 OK就是保护它这个面 或者是垫个毛巾什么都可以 OK 所以你需要用到那个铁锤去敲 轻轻敲就好了 它就会过去了 然后如果说你要挂横的 你要在它的这两边 但是不是至中哦 不是至中 不是这一段距离的中间 是至中偏上一点点 这两边 至中偏上一点点的地方 然后这样子两个钉子压进去之后 因为它有凸起来的高度对 然后呢 我通常会使用麻绳 因为麻绳比较有阻力 不会太滑 那我用麻绳 把它给绑起来 绑的方式也是有讲究的 好 我会绑这样 绕过它 然后一个地方绑个蝴蝶结 然后是绷紧的哦 因为绳子怎么样的话 它是有一定的弹性 所以你不要绑松的 你绑紧的 然后你的画布的重量再挂上去 它其实会往上拉一点点 如果你绑的时候是松的的话 你再勾上去之后 你绳子就会跑出来 再画这边 你看如果是墙壁的钉子就这样子 那个钉子就可以好好的被藏在画作的后面 那如果你绳子放得太松的话 一挂上去 漸漸漸漸的它就跑出来 让画往下掉 OK 这个就是如果你的画没有拿去表 然后想要有展示的时候的一些的小诀窍 分享给大家 好吗 希望你都有美美的作品可以挂起来 好啦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小小的 艺术小常识教室 那时候你们有什么要问的也可以问我 这样我就可以 想下一集要跟你讲什么 哈哈哈 我们下次见哦 晚安 拜拜